广播体验营帮助大众增加说话的艺术 港度电台举办广播季主持人体验营 以活泼实作的方式让年轻人乐于参与 我现在是就是半工半读 就是在目前在家里帮忙 就是做行政的工作 然后假日是去社区大学 然后上就是关于社工的课程 那其实我会来参加这个活动 说真的就其实我一开始是被逼迫的 我是被我家人就是勉强我进来参加这个 就是体验营 可是当我就是第一天上课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点打破我自己的旧的印象 因为我会觉得说好像就是这种声音 就是大家就是会很沉闷 然后不会这么的气氛很欢乐 可是第一天的时候 其实我是从头笑到尾的 就会觉得说哇这里的感觉 很像很久没有见的朋友或是家人 大家都是那么的亲切 而且大家都是很积极向上的 所以其实在第一天的时候 我真的就觉得我是很开心的 虽然我过去曾经有一阵子 很就是讨厌接触人群 因为我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内向 很害羞的人 那我不想要跟这么多人的人说话 或是站在台上 可是透过就是这两天的学习 真的让我觉得打开了我不一样的世界 所以真的很就是推荐大家不管是很害羞 或是很就是内向的人真的都可以来尝试一下 体验一下让自己可以更加更加的外向或是活泼的那一面 16岁的陈丽伦透过参与此活动学习如何表达清楚自己的想法 我现在是16岁就是读高一的年纪 我会来参加是因为我想要学习说话的艺术 就是让我的口语能够更加的清楚 然后经过这两天的魔力 我认识到很多人 然后也有很多有经验的艺人 还是广播组 就是播组 都是会把一些经验传授给我们 就是让我更了解 怎么跟人家表达清楚自己的想法 原本被家人逼迫参加的胡婷怡 参加此活动后认识一群人 并激发自己潜在的活泼英子 史方新闻黄慧如过一文高雄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